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股市昨天周三反弹 道琼大涨超过300点再创新高 而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前夕 但是台积电今天股价温吞 盘中还翻黑 也拖累大盘一度是开高走低甚至翻黑 可是尾盘不一样 越接近法说会财报开奖 台积电零星点火 广达鸿海也表现相对的强势 台积法说下午登场了 外资压保第四期的财报 还会有计增的好成绩 如果说明天冲新高 看起来是势在必得吗 但中小型股资金也开始大轮转了 这个设备股休息之后 矽光子也还是没有走弱 不过这两天机器人概念股 悄悄的接棒了 怎么样来抓到这个下一个族群的发动点 我们请教专家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鸣 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王兆丽 兆丽老师好 明君好同学好 台积电法说正式登场了 外资压保第四季的财报 给出三个情境 认为第四季非常有机会 往计增10%的幅度迈进 那今天台积电是稍微熄火 可是小股票先开香槟了 热度能够延续到明天吗 好 现在换大股回升 好像真的有影了 今天广达红海都动了 AI供应链全力抢单 右下角只剩谁呢 算一算去就剩ABF了 打底完成了吗 我们请问老肖老师了 神山必应最强的CPU联军 不想休息耶 盘中90度的急拉 到底CPU怎么样趁拉回布局呢 不敢追短线的操作术 怎么样跟着当充客来吃点豆腐 今天展哥会教学 另外路股ETF历经激情之后 热度不减还能够安心买吗 我们请问展哥 台积电法说下好离手 明年可能会赚五个股本 现在买1000块20倍本益笔 真的不贵吗 而今天看起来 这个传产族群也有风 航运股动了 钢铁股也醒了 加上双11加大力道 大陆旧式政策等待发酵 赵玉老师帮大家来追踪一下 陆股现在还有没有机会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在昨天 美国股市回升大涨的带动之下 今天指数一开盘就开高 既然盘中几度是翻黑到了盘下 就是观望台积电的法说会 但是尾盘的小拉台 是否已经先预告了 台积电法说会内容 真的不错呢 大盘今天尾盘是收涨42点 又守住2万3了 收在23053 成交量是3720亿元 今天台积电熄火可视的老AI们 开始群起起来撑盘 台积电200块真的惨得越来越稳了 尾盘又拉鸿海 甚至点到了300块钱的整数关卡 而下午台积电的法说会 这第一阶段公布了 双绿超标第三季EPS 创下了新高 明天1080就是有机会解套了吗 还有高点可以期待吗 我想问一下老肖老师 今天观望神山的法说会 日可以终止连五红 但是看起来盘面上面 资金没有想要撤场的迹象 去点火系光子 点火机器人 甚至老AI都跟整个AI 甚至台积电有很大的关联 怎么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这个观望 是否让明天上涨 具有更大的空间想象 那整理上各位请看 以台北股市为例 就是说你去观察 整个大区块里面 从高档下来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是不是有三个回撤的低点 那经由这三个回撤的低点 你所知道就是说 台股每一道的反压 那个压力会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所以现阶段我们怎么看 在没有爆出巨量之前 那么台北股市 这个直接攻克24416 是指日可待的 好 没有爆量都是好事 老小师已经提醒好多天了 那美国股市来看 又是让AI概念股 强劲的版面 对 首先我们先看彭博的部分 他提到说 AI的需求推动台积电的获利 极为强劲 也就是说他在预告 在预告今天接下来 一大早的法说 这是彭博的看法 那巴隆呢 其实巴隆跟华尔街 大家讲到一个 接下来未来的一个新主流 所以稍待我们在今天的尾巴 有做一个伏笔 他提到就是说 新核能时代来临 各位一定觉得说 又要盖核电厂 不是 所谓的新核能时代 也就是说 巴隆就提到就是Google Google这里已经开始切入 小型的核设施 就是说因应 因为AI的运算需求 会耗费非常庞大的电力 加上电动车 所以整体上 全世界未来会遇到一个瓶颈 就是说 你所有的设施 什么都很好 但问题是 你的电力不够用 所以从Google开始 一直到我们看华尔街 包括最新的亚马逊 也参加了 那么亚马逊的部分 目前初期先投入5亿美元 针对小型核能设施 这里在做整线 所以我们预计 这是针对明年 不是这么快 就是说明年的部分 不排除全球会有新一波 新的题材会展开 所以台股的能源股 其实是值得在未来 做观察部件的 路透社就讲到 就刚刚回应 刚刚明君刚刚提到的 道琼又创新高 最主要就受益到 银行股的一个推升 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 从上个礼拜 我一直到 这个礼拜 我主要都是 美国的重大银行 在公布财报 好 那老师看 这个今天的头条焦点 当然AI是一块 可是有一个伏笔 核能的部分 会联动到哪些台北股市 当中的股票 这是未来大家 可以留意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最新热腾腾出炉的 台积电法说会Q3的财报内容 第三季纯益是3252.6亿元 EPS12.54 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第三季毛利率高达了 57.8% 近期新高 盈益率是7.5% 优于预期 前三季算一算 每股赚了30.8块 300mm占比 冲到了20%了 法说前夕内外资最新评价 普遍是1500到1600 野村也说 台积电比费半 折价20% 一点都不贵 那上个礼拜 小股东减了3.8万人 该不会卖飞了吧 那AI供应链呢 现在也是 看台积电好 全力抢单 星星加码 5亿元扩厂 充明年营运 华硕也是多款 超微处理器的伺服器 都有在这个 一起来合作出货 星星说 下半年营运优于上半年 9月营收年减超过两成 前9月营收呢 是年增进一成 次高 法人认为 AI布局明年开花 加速回升 10月底有一个 电路版国际展会 有没有可能是ABF上涨动能 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活动 我想问一下老肖老师 我们先从台积电来看 这个是高高在上的 AI概念股 那今天看起来 很多的包含了散热啊 包含了老AI啊 都已经慢慢的回升 就是有一个族群 很委屈 ABF 营收也不差 可是呢 就是躺在地板上 有没有机会看到 他有落后补涨的洞 我们的看法呢 整个载板相关 这些高密度载板的部分 那么整体上 在未来这两个月 肯定会表现得非常亮眼 大家拭目以待 可是我们这里 比较关心的反倒是 台股这里要攻24416 为什么一定要攻24416 那国际股市比较大涨 不对 因为台北股市 已经变成先行指标 一旦它转为先行指标 你在观察台股的过程里面 你就要找出台股 接下来主要由 什么样的族群去带动 就只有三支箭 第一支箭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底线 就是1015块 我们稍待说明 第二个我们昨天提到 第一个就是AI的晶片 就是台积电 第二个是AI伺服器 讲到AI伺服器就只有一个 就是洪海 洪海我们昨天提到是208 对不对 第三个是AIPC 第三支箭就是华硕 这三支箭在未来这一段 其他我们预期是会持续的 相互垫高 把整个台股 如果要这里要攻24416 就是这三档标的股 好 这个几个大型股还是老少师 看好的一个方向 从台北股市做观察 昨天道琼还在创新高 大家都问我们台北股市 还经验神山那么厉害 为什么就是不创高 其实应该从交叉比对的过程来做 不是用一天两天一个礼拜 为什么这么讲 我举个例子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今年的1月2号 就是元旦过后当作基准日 一直看到现在为止 我们把台股跟美股 纳斯达克 亚洲 日经 欧洲 德国股市 道琼 上证 首尔 做个交叉比对 好 我们看到道琼在创新高 其实道琼是排在这里 道琼是排在这里 台北国是在这里 所以最强的是谁 到目前为止用一般比对法 你现在就踩在全球最强的标的上面 叫加权指数 所以你会说过去我们一般习惯 会看前一天美股的一个走势 可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 怪怪的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台北国是被领先指标 我们看完一般比对 我们再做什么 特定比对法 所谓的特定比对法 从24 116跌到19662 对不对 一直到今天为止 起账点叫8月5号 8月5号就19662 从19662 我们看这一波的上涨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日金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加权指数 纳斯塔克排第三 刚刚我们提到的道琼 道琼是倒数第三 所以他几经告诉你 台股不管从一般比对 跟特定比对 这里你所会遇到就是 因为一是先行指标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去看先行指标 这就是你会遇到的困扰 我们的看法 很多朋友跟大家分享说 拉回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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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是四个字拉回买进 拉回买进代表它是一个多头推升 你才会去考虑拉回买进 但是纵使是个多头推升 那拉回到哪里 对啊 不是用刀说的 五字线 那破五字线就说十字线 那破十字线就说越线 这不是个办法你知道吗 不对 而是你要很斩钉截铁 赚出市场成本 这个点就是拉回真正的买进点 好哦 这个台北股市老师认为 多头行情不变 但是拉回买进 怎么样抓到拉回的点 就很重要 老师今天这实际帮大家仔细听了 要交战一下 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来各位您可以加入Light 因为时间很短暂 如果第一时间你看不清楚 你加入Light 你就慢慢看这张图 这张图你所看到 一个叫24416 跌到19662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接下来你把现在 把现在往过去看 一个最低点叫19662 第二个最低 第二个低点次低点叫20922 再来近期的低点叫22193 也就是说台股这一波的 一个波动式的上扬过程里面 它总共有一 二 三 是不是有三个低点 三个低点就产生什么 三道压力 三道支撑 压力跟支撑是在同一个位置区 当你由下往上养工 去挑战第一次那个压力 理论上绝对过不了 你说过不了不过不了 我们看2039 是不是第一次 如果它站上去的 站上去一定会破 它过不掉 那不可能 你纵使是个强回升 它也要做个大洗盘 这一定的 所以第一次22039 它绝对会破 所以这个点 假设它是一档标利股 你应该在这A做卖方 可是第二次的A 你就不能卖了 你这里卖的 你要做买回了 为什么 因为它站上这个22039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现在 现在我们就往前推 推什么 最近期的低点叫22193 往上看 这里叫23304 这里站上304 是不是打下来 已经趴下来 接下来第二次再站304 理论上真的没有压力了 就是要挑战2416 第一次的压力可能难以过关 但是第二次在站上的话 老师认为 这就是来真的玩真的 台积电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吗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用台积电 当做一个范本 你说以台积电为例 你应该是买895块 买完之后957块加码 加码完了 今天继续加码 1010又再加码 但是要加码到什么时候 好 我们看左侧 一样 其实你对比加全指数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台积电从1080 是不是跌到813 所以当它仰功 你不要忘记 仰功 946你要卖出台积电 你要减码台积电 用老销你又欲白贯 卖946冲到1075 不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是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你绝对是卖台积电 没有法人在这边 买台积电的 这里就是卖 那你要买哪里 你要买895 也就是说你946卖出 买895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卖946 因为你把它往前看 台积电从1080跌到813 不可能没有法人 再到股票 它没有到 怎么会从1080跌到813 所以这是一个下跌 这个下跌你第一次反扑 你要三大法人在946 全部用力买回台积电 那个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你知道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纵使要买回一定是回撤 拉回买进 拉回哪里 拉回多方的主要成本区 这个成本区 895 895 怎么来的 好一样再往左边看 由1080跌到813 这个叫下跌 下跌它形成的叫反压 反压叫946 这个反压一定在这边卖 一定在这边买台积电 然后最后一定会破 这个一破 它一定会守 895 你自己用眼睛看 它是不是一定守895 最低到888 那为什么是守895 好一样 813涨到977 这是个上扬 那上扬代表说 1080下来之后 它开始往上买了 买到977 请问 这个是个下跌 这个是个上扬 那它买进的平均成本在哪里 895 你较浪 你也买895 你是卖946 89要买回 好 再来 因为它转为一个多方区 它都没有再拉回了 它是个回升 那你就 是不是涨到1025往下跌 以1025往下跌 好 拉回买进买哪里呢 买1000 买990 你又开始欧白油了 你知道吗 不对 你往前看 那个高点是不是 来 这个高点是不是1025 对 低点是不是888 对 这段这段这段 这段上升的 这段上升 对 就跟前一次一样 你拉回 是不是拉回1 2分之1 的均价 你卖过 只要0.382 0.618 你卖浪费时间 就是1957 是不是打到957往上涨 往上涨这里 因为埃斯摩尔造成这个长黑黑 你就用算 多算胜 少算不胜 怎么算 一样 你算出多方的成本 怎么成本 它是从957涨到1075 所以加息 这一定是1015 好 今天最低到1030 那如果说靠近1015的附近的话 反而大家可以做注意 老师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讲一下台阶 讲重点 因为今天公布裁判 来 我们看 这是昨天 Q3就是第三季 这是昨天 就是法说之前 平均价值是11块3毛3 公布出来 目前Q3是12块5毛4 是不是比预期来得好 不说完 我们纵使拿这23家投资机构 最乐观的估值 也才11块9毛8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投资机构 要重新写台积电的评估报告 没有到现在 往上调还能怎么写 难道会往下写吗 所以你猜都不用猜 我的看法就在于 把重点抓出来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用很快速讲话 以新兴为例 整个凡砖指标 目前已经正式持续 正向买方讯号 刚好站在KDJ 这个J指目前大概 只有4 那最起码会走到50 那时间的关系 包括红海集团的部分 也有一档低档的 我们就举一档叫真顶 这个更了不起 这个叫负6 它连零 它还在跌破零 我们认为一旦回来零 它的多头总攻坚 就会开始转向 至于我们举了一档 2308的台达电 这是针对未来这段期间 你再看能源谷的话 对 你就抓台达电 台达电怎么看 看391 好 今天时间不多 那老肖是给了很多的意见 如果说台积电的平等跟平价 会被法人陆续上调的话 AI再有一波起浪先大浪 那么低价的AI股 也有机会鸡犬升天吗 很委屈的ABF 真的获利数字的 有慢慢的回问 明年看到大方异彩 如果不敢追高的ABF 可不可以趁这个时候 来海底捞月呢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您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 联络方式询问老肖老师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做互动 还要解答你的问题咯 果然聊一下 这神山必应啊 这明天看起来是个大场面 但是CPO的行情怎么观察呢 今天盘中也是大场面 最强的联军不想休息 昨天一度快打到跌停 V转上去 今天还有办法90度急拉 到底有没有办法趁拉回布局呢 我们请问一下展哥的这个 短线操作数 休息一下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今天台阶的法术会 给出了非常惊人的 这个破表的好成绩 当然来自于大客户的避印 那辉担的股价大涨 也让很多人的小 这个不止小股东们 连投资大交通堆心肝 这个是属和斯的老战友 他说看到一年内 飙三倍就卖光光 清仓推它是它重大的错误 如果股价下跌会再次买回 那巴龙周刊也说 一样错过AI行情的是 这个股神的波克夏海色味公司 第二季卖了苹果 预估少赚了250亿美元 苹果搭上AI Intelligence 现在华尔街纷纷申平它 目标价二练五 这小魔猎加码 苹果要求供应商提早备货 以免短缺 还买是250美元 是另外一家投行的看法 那不只是电子股 这个我们的展哥 有给大家十月份的行情操作 因为毕竟十一月初 有一个美国的大选 所以行情并不是说 一路的这个百花齐放 这个日过天青 反而小心震荡的风险 那就是来分散 你的股票的一个类型 传产方面也是还不错 看到这个大哥报喜 叫忘记发酵 致血股冲刺了 爱迪达Q3获利 胜于预期上修展望 复股鞋款卖得很好 那来意KY呢 除了大客户爱迪达之外 深耕品牌客户 Dexe开花结果 也是Holka第二大的 全球供应商 或上半年 获利年增超过六倍 另外一档是展哥 帮大家掌握到的这个百合 那时候我们从 中概股来做出发 中概股市售百合 是协业复苏 反而预估全年的EPS 有机会做五万六 它的客户有 爱迪达 Nike跟UA等等 搭上了年底的消费忘记 好这两块 我们今天都会请展哥 来做一个追踪 那展哥我们先来问 你今天盘中 刚刚我们广告前在聊说 今天盘中11点之前 这个CPU概念股在拉 我们赶快追问老师 也真的有点问不出口 因为它真的是太高了 而且股价波动很大 我想问一下展哥 这种个股 还能够到波段吗 还是说你要玩 你就是玩短线 其实前一段时间 大家常常讲说什么 好消息就是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然后最近好像市场变成 好消息就好消息 坏消息坏消息 对 但其实台湾的个股 其实你发觉最近的气氛还是什么 好的会跌 长得你也不敢买 就会变成是这样 对 但我认为这是过度 我刚刚讲是过度期 那后面 当然大家等什么 今天对不对 老大哥台积金都出来了 所以今天资料要全部重做 对 因为早上我们也不知道台积金会开怎么样 但是其实 当然我们昨天在讲联军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昨天这个样子 就告诉你还没完 对不对 所以昨天我们就在 跌转 对 就跟你讲说228这个位置 其实守住 结果今天稍微跌破 来看一下江坡图 好 看江坡走势图 好 联军3450 我们讲228的位置嘛 对不对 228是这里破一下 对 破一下就上来 然后这里还会撤 然后马上爬就拉了 好可怕喔 对 所以其实像这种个股 这种其实我们常讲 这短线操作技巧 因为最近 以前我直播常讲 短线怎么做 对啊 但最近比较多讲 讲总金 讲产业 但其实这个概念是什么 我以前讲 这打第二只脚 其实打第二只脚的时候 如果重要价位是228 其实你是不是可以拿 225.5当做停顺 因为这种盘 就如果你买了228 就225.5当停顺 对 因为说实在话 你如果看它的那个财报 你敢买 我也服了你啊 不是很干嘛 虽然他说公布字节了 但是没有赚很多啦 对啊 代表你不会看财报嘛 对 好 昨天我看 也有同学在留言说 联影亚什么负几块负几块 明年预期三块 所以股价三百块很合理 长龙明年衰退就不合理 所以其实财报各有各的解读 但是其实实在话 有时候为什么寄书面还是要学 重点就是这样 因为有些行情 基本面没有办法 对 像这种 为什么我们昨天会讲说还没完 坦白讲就是技术面的依据嘛 我也不敢跟你讲说 他本语比多少倍啊 因为我也不会酸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里你看 分线就很明显嘛 这里就破嘛 这里这个平台228嘛 对不对 这样就拉 所以这种都是技术面的操作啦 那你说第四季要不要学 其实要 要 因为第四季会有很多妖骨 对 做梦行情 今天机器人妖军都出来了 对 不要忘记 2498 好 2498 对啊 你就说 元宇宙那一年的行情多可怕 对 来 说小事 好 再小再小再小 往前往前 好 这边拿 哇 三十几块 这多久啊 没有一个月三倍呢 对 对 所以你说 能不能花一点钱做这个 我觉得也是可以 就跟今天我们最后跟大家讲说 中国可不可以 因为很多人也害怕 对 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解释 好 然后另外志强 志强其实今天我有调节 所以我们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们有带进 我们就要带出嘛 为什么我今天会调节 因为第一个 它有CB的消息 通常要募资钱 可能会稍微压抑股价 因为有定价的问题 所以像举个例子 3303 3303 带领 带领 带领其实这边也传出来 要发CB 因为其他业绩不错 就这一趴就一路跌 但是其实是量缩价跌 所以我想说 等一等等一等 这种盘 你砍完 说不定它就上去了 但这个地方 你看回撤这里 我就说这个缺口 刚好这里跌破它 隔天就回来 今天又这样回到季线 所以这种可能会有短期 包含现增 包含CB 我们经验上看都会有这种状况 可能会稍微压抑股价 所以今天早上自强很强 一开盘就拉到118.5 就下来 第二次挑战118.5 高没过高 然后就回头 我就觉得 刚好又有这个消息 我就说那我们40条件 应该在116.5附近 去做调节 后来就回到平盘 所以这个盘势 坦白说 还不到真的爆波段的时候 因为你还有变数 所以这个地方 回过头来我们也讲一下 来2330好了 2330台积电 这可能大家注意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买在这里 这里一路上来坦白讲 我说这里我有点 犹豫要不要调节一半 但是没有嘛 又爆下来 然后这里上来 我们前几天才在讲说 1080就是一个tick之遥 对不对 结果这1075真的隔天就下来 但是你看 今天的价位很有趣 1035盘后台积电涨4%多 涨4.3%刚好是1080 就有没有刚好 神秘的巧合 是 所以明天就是决战点 第一个 明天如果1080站不稳 其实我可能卖一半 就1080可能要卖 对我们就公开操作 封开我们的策略 但是抵当我一定抱着 就真的1080顺势站上去 那我就续报 如果1080站不稳回来 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个调节 那你说我们这里 还原权只是890的成本 1080其实也20万 将近20万 我觉得也OK 对不对 然后再来 其实今天当然因为全市场 都在冷台积电 谁敢动 就机器人敢动 就机器人 所以重重 明门真派股票 今天不动也正常 对 但是说细微这种 我们昨天讲 这是明门真派 不错 对不对 刚刚明君来说 这也是机器人概念股 对我刚刚跟长哥聊 说细微有人跟我说 是机器人概念股 为什么 机器人不用开机吗 要啊 因为没有电脑 这也是 所以是不是被罗森拉动 对 变成是这样 但是你看这里真的就是创高 其实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 我说这种状况就蠢蠢欲动 就今天它顺势创高 来6937天宏 6937天宏 对 其实天宏格局很像 但这里稍微有点丢丢 所以明天看它有没有机会 因为毕竟 天宏我们就是为二两家 台湾做前端制成的 然后那个如果那个什么 应用材料稍微下跌 有没有可能替代的 开始去找一些替代的公司 原来是这样的想法 也许有机会 然后另外那个Wolf Spin 最近大涨 第三类半导体 当然它是受到补助 但是第三类半导体本身 也是它嘛 也只有它了 台湾也只有它了 所以第三类半导体 本来在什么电动车 机电设备 甚至什么小马达的应用 因为我昨天还看一个图 一个影片我觉得很有趣 就一个机器手背在那里 手怎么动怎么动 里面有多少关节 对 那些都是小马达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还是可以持续注意 那当然这种格局 最好是不要什么 颈线要守住 好 颈线要守住 如果没有守住 因为我买的比较低 颈线没守住 我们调节嘛 但如果有同学也是 买在三百块附近的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另外像旺系 这个也是 其实这个格局 跟刚刚的那个什么 天宏有点像 颈线要守住 对那这里颈线 当然如果守住的话 那当然 说不定真的上去就变什么 会不会变下一个千金股 这个可以注意 但是如果真的撤几次都不过 那其实就会稍微有点 有点一股作气再二摔三二截 但其实你看近期 其实外资也在买 投信也连三天 所以这个我们就后续看 它的状况 然后另外饭泉 我们也觉得很有潜力 因为CPU里面 虽然看着联军 然后手里是饭泉的时候 我们也是 有点气 一丝丝的难过 燃瘦香菇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是 那比较稳 对啊 也是期待它会过 因为其实这是过高点的整理 然后这一个跳空 这个跳空我们那时候讲谁 来我们看2382 对啊 礼拜二的跳空缺口 一直守着 我们是不是说 这一天跳空上来 我说这个缺口守住 这叫突破缺口 缺口守住就要偏多思考 结果今天又上去 对 来2317红海 2317的红海 这个地方一样 我们同一天讲的 所以这里还是继续上 那一天是占上200 对 所以像这种格局 我觉得其实 就会发觉一件事情 如果明年台积显好 那这些股票也容易被带动 对啊 因为台积显是最上游 那另外口头补充一下 台积电我们刚刚 稍微看一下数字 基本上应该 第三季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手机 手机的带动 对 应该是苹果拉波 苹果 因为那个HPC的部分略降 但是如果整体是上升的话 可能也是上升 但是那个比例上来看的话 这位手机提升 所以应该是苹果好 所以这个你看又验证我们的看法 是的 消费电子 我们没有在唱水i16 对不对 完全没有啊 虽然我们是觉得 真的AI手机的主战场 我认为还是在S7 但是S6 我还是认为应该会买得不错 因为你怎么唱 所以人家就是每年卖个2.1.2.1.3 对不对 你是多厉害 你多会做手机 对不对 华为也不就300万支 对不对 然后另外我们说多头市场的格局 我们昨天就讲 星星这一种就是要挂也挂不掉 对不对 这个来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落后补涨啦 我是没有这么看好了 但是 但是你看 来我们看江坡图 江坡走势图 今天一大早我们昨天dis完他 制作人一大早就说你看 你昨天骂完今天就起来了 对 但是你看也是弱啊 真的也是弱啊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什么心态呢 就是告诉你说 你卡着 但是我给你一点希望 对如果你手上有星星的人 你今天看到这样 再留一下 换我了吧 对 再留一下 结果又下来 你说 关手机 不看了 对 所以这种状况就是这样 但是你说这里有没有 月线也有点翻扬 但是基线还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还是空头趋势 但是如果像这一种我们讲 要挂又挂不掉的 那我觉得可以注意这个 秦城 好 秦城前面这一段 其实我们有做啦 结果运气很好 刚好卖在这里 隔天就跳空大跌 但是那时候我们后来也讲嘛 我们说这里也是地不过地嘛 对 当然不要看那种下影线啊 看这种 其实也是地不过地 但是你看喔 地不过地 它们两个的格局是什么 它是站回到际线的 而且很明显它是有量的 你看它的量 今天稍微有一点点 但是根本就还好 所以真的要做这种 右下角的 找这边 对 你喜欢右下角 可能往这一种 而且如果你看啊 秦城它是有成长性的 你要说星星有多少 多大成长性 我觉得有线嘛 但是你看 本益比21.8 年增是63 它是多少 23.2 年增是9 而且它是9.76 就算了 南电是负的 所以同族群 就没有 ABS真的没有这么好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星星呢 其实你成名店间创高 这成名店很厉害耶 对 太厉害了 但成名店的话 你看七几倍本益比嘛 然后这个银广 如果两个小的相对比的话 它是不是也站回到际线 也是稍微有量 那这边如果这里机械能守住的话 其实你看 如果就数字来比 本益比比比较低 毛利率比较高 营业利益比较高 倒不选这个 对也许可以这样想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 往右下角去买的 最后当然就讲一下中国 中国这一个 之前是永峰科技嘛 那时候折一价说来到六成嘛 然后被主管去问 然后永峰就是承诺说 这溢价幅度会控制在三% 大家想说那这样子这还会涨吗 对 但是其实如果这样一字排开 我们会把折一价来比的话 其实真的都已经回归了 对 回复正常了 因为坦白说 为什么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呢 因为你看这个是当初护港通 这一段我那时候跟一个客户 在研究一年 就进去做了一季 就翻倍了 就赚死了 赚翻了 对 所以我说有没有可能有大行情 有没有机会复制 因为如果我们看了国际股市 我们会发觉 台股的投资人真的都是很理性的 虽然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自己不理性 但是你如果敢看美股的话 敢看入股的话 你就会发觉这些人都疯了 更不理性 对 美股一天可以熔断三次 连巴菲特都说 我这辈子没看过 但是OK 入股 过去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坦白说 这次救市的力度 看来又更大了 比当初的市到救市还大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机会 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我们买入股的ETF 我们是赌钱 但是你如果在大陆 紧紧救不起来 你是要赌命的 我们花一点点钱 跟人家赌命 我觉得这风险很好承担 只要你花好钱就好了 雇好了 不要说动压 压你可以承担的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逻辑 好 那提醒大家 今天不管是台积验法 说会后 这个AI概念股资金的解读 或者是如果你很想要 操作入股ETF 短线上面看到 已经这个激情降温 反倒回归正常的 这个估值的话 是不是可以分批来试单 这个压保 入股未来 这个大力救世的牛肉行情 能不能够慢慢的发酵 大家如果任何疑问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 的联络方式 跟展哥来询问 那展哥有空 会在他的直播节目 跟这个里面跟大家做互动 还要解答你的问题咯 关了一下台积电 今天法售会的内容 真的让市场非常的惊艳 那第四季的行情怎么看呢 法售会下好离手 明年会赚五十块钱 现在买真的不贵吗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的看法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在这个第四季的行情 这个大家最乐观的这个季度 有一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卡 在十一月初 也让大家对于行情的捉摸 有一点点小声怕怕 是不是真的要波云建日 要等到美选之后呢 现在华尔街押保川普赢 多项数据发生当中 包含了狂人 他会高关税 现移民 第一税收等三大政策 可能会让美国的通膨在一起 连终会只能够更英 川普近期也说啊 我当选共军不会倾台哦 那最近呢 跟川普联动很高的比特币 创下七月来的高点 这个数据就是 感觉暗示着川普的迎面 又开始起来了吗 小摩认为川普将胜选 带往比特币2025年的行情 好 除了这个美选之外呢 其实今天大家最关心的是 台积电神山的法收会 我们插播一下最新的消息 台积电第四季裁车 营收是预估261到269亿美元 计增幅度是高达13% 这是落在法人 预期的这个计增 超过10%的这个区间 所以呢 法人就说 充1200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大盘有机会攻23500 那这个毛利率部分呢 是有机会来到57到59% 挑战60%的这个大关 资本支出呢 一如外接预期是没有做任何的改变的 好 是最新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内容了啦 那讲台积电的股价之前 先来看一下 昨天意外的一个利空 艾斯莫尔的财报爆雷 但是似乎并没有影响到 神山的状况 因为有人讲啦 如果三星不好 英特尔不好 那艾斯莫尔的这个EUV 只剩下台积电这个大客户的话 会不会台积电更有溢价的空间呢 但是市场猜测的结果 老师你怎么观察 昨天美国股市当中 包含了艾斯莫尔 那包含了银行股 一些资金上面流动的变化 对 我想先讲台积电 我们先看上一页的部分 那当然它的猜测的部分 大概是比这个来得高啦 就计真10%以上的一个水准 好 那其实你看 我们先讲这个 假如冲1200块 指数怎么可能才23500 今天的指数都已经收在多少点 我们看一下 23000 对 23000 对 23000好了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台积电才1050的样子 我们看台积电多少 1035 那要1200 170块 你乘以时比较快好了 对不对 就1700一点 对啊 所以我留意到假如会冲1200 不可能只有到23500 搞不好24000多点 都有可能过 好 那只是说 我跟大家报告 我是没有这么乐观 短时间冲1000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不太可能 我们先打台积电好了 好 台积电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一段来讲 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 就前三次的法说来跟大家 其实股价有没有先动 有 有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台积电的上一季 或者是第四季的情况 肯定都非常的不错 那只是说我的高标在哪里 那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来讲 大家也知道 不管美股的财报等 由于上一季要优于预期的机会 其实说真的很大啦 几乎六七成以上 大概都这样 很少说 假如今天台积电不如预期 那就完蛋了 之前的股价肯定不会这样走啦 大家了解 所以一定有人知道 就是说在财报公布前 在法说会之前 其实都会压低 让上一季的财报 或者是未来的展望会更好 好 那我觉得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 当然这些财报展望好不好 好 比大家预期来得好 可是有真的好非常非常多吗 其实也还好 那股价已经先动 所以我觉得 其实应该说大概1080 就比如说明天涨个1035好了 明天比如1100好了 我觉得大概就这样子 那后续来讲 因为你前面买的人 卡位的人说真的 在明天的时候基本上来讲 从高会减码 至少你会减码 你会不会全卖我不知道 可是我一定减码 因为我要再等待 不要说法说好了 你要等待 等待法说还要三个月 我要了不起 我还要等到 最好也要等到11月 比如10月份的营收出来 对不对 也要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说 我短线上短波段的人 肯定会先买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没有的 你要你真的 这个不是 你要你要先卡位 你早就要先卡位 你不是等明天开盘 冲高之后 就是说明天大涨之后 你去买 我觉得 基本上你讨不太有什么便宜 所以老师你认为 如果台积电真的 这个反应法说的利多 明天冲出去的话 反而手中有台积电的人 可以先减码一部分 对 可以部分减码 然后等到如果说 这个在这个10月份 营收公布之前 有回档 有拉回的时候 再来做布局 对 好 那我们从这个美国的 这个财报来做观察 其实美国最近是 银行股公布的财报 表现不错 包含了可能是因为 这个降息的利多 那加上债券价格的回升 也让银行股 吃尽了大补丸 对 当然这些都投行 你可以看到高盛 摩根 史丹尼 还有大通 小摩 大摩等等 这些股价都创历史新高 对 那富国银行 大概也接近快历史新高 好 那其实说真的 现在大概在讲 到底川普会不会上 其实你从几个 第一个刚刚有提到 比特币 对啊 第二个川普媒体科技 最近也涨了一倍多 对 第三个 金融 因为川普对金融 相对上来讲 比较放松 所以刚好财报来好 刚好财报也好 展望也不错 那又有川普的交易 所以股价 基本上我们发现不一样 那本一比 本来银行股的本一比 相对上来讲 它就比较低 当然也不能这样比 产业各不同 只是说它本一比 相对上来讲比较低 未来产业 全球的景气 有可能 尤其美国 又有可能软着陆 或不着陆的状况 当然它表现得好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可是所谓ASML的部分 当然你说昨天跌 今天收盘还是跌 那当然我觉得今天大概 明天就明天说 大概不会跌了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会救了ASML 你知道吗 救它了 因为已经连续两天 你记不记得 昨天收盘跌了 好像十几% 今天假如没有台积电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你说 其实我跟他报告 就是说假如只有ASML 其实很多人都在谈 到底是怎样 其实设备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报告 确实有一些问题 假如单独只是ASML 我的意思是说 那就跌ASML 可是其他跟着陆 其他真的都破气线 这个是到昨天 不是到今天收益 今天大家也继续跌 当然我的意思说 短线上会反弹 是因为刚好台积电 救了他们 对 你了解我的意思 不然这个ASML 都已经跌到 快今年的起涨点了 你说不惨吗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我跟他 所以我才说你看一下 好 所以假如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台湾的这些设备 我跟他报告 明天刚好 你要记得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台积电没有变的 对 你要记得 所以我才说 你刚刚看设备的 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没有改变 代表什么 其实他就在验证ASML 他就是在验证应用材料等等 对 连台积电 他的资本支出都没有变 连电怎么可能会多好 世界先进怎么可能 其来台湾的设备 不是只有做 所谓的coach 那都极少部分 台积 台湾的设备 很多做什么 PCB的 面板的 什么一些 其实你去看毛利率就知道 所以真的 趁真的小优高 资本支出没有增加 设备真的要卖 我不会骗大家 台积电我跟大家讲 这个总共三次 前三次法说 所以我没有期望 他明天真的 我相信大家 在明天还没开完之前 大家都觉得会大涨 比如涨7%涨10% 等等 我跟妳讲不会 相对低的时候 你看涨了6.4%隔天 相对拉了一段 这个就是前人卡位了 怎样 没怎样 跌 是跌的 这个你看 就拉了一大段 法说会这个时候是跌的 那只是说 这一段相对上来讲 真的没那么大 对 没错 所以我才说 明天台积电 有机会开口 不然假如说 它像这两波 这么的大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种营收 不利股价 不利 你去看 其实你去看 8月份那时候的 所谓的NVIDIA 你就知道 有不好吗 超级好好不好 法说会很棒 下来 对 所以股价都 激期 对啦 激期的位置 好 那提醒大家 这是赵玉老师 对台阶的看法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最近讲到 这个川普的迎面大 川普科技媒体集团 股价是大飙涨 那一两个股呢 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 这个Wallspeed 有拿到了 这个财团 挹注的15亿美元 那也要加上 产业慢慢的 从谷底复苏了 台积电 尽管说这个 包含营收部分 跟展望很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 救所有的半导体概念股 所以尤其在资本支出 没有扩正的情况之下 赵玉老师再次提醒大家 手握设备股的人 不管怎么样 明天如果有机会开高 就先挑截一套 但是如果说钱让出来 要买什么样的族群呢 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美国 大概就是这样 美国补助的公司 不外乎就是自己本身 跟国外 国外大概就很简单 台积电 三宋 对不对 那为什么补助台积电 跟三宋 因为最主要来讲 地缘政治等等等等 韩国跟台湾 对 去大陆美国设厂 等等我不管 那还补助谁 比如说像Intel 为什么要补助Intel 因为他想要 去跟台积电比拼 对不对 所以他补助了Intel 补助的是谁 美光 为什么要补助美光 因为HBM 难道补助他DDR5吗 不是 也不是补助DDR4 HBM要跟谁拼 跟那个海逆斯 对不对 那他要补助谁 其实他补助的 真的没有很多 他补助Warsby Warsby就第三代办 他当然最主要是 只有掌金 基板这些等等 他也就是IDM厂 那不管 这代理什么 美国政府对第三代办 调体真的视为 是国家未来的 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这个一定要 一定要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 看到补助完之后 你知道吗 股价就这样子 就涨了125% 刚好这两档 今天收盘 大概都涨15% 今天收盘 那你不要忘了 Warsby的时候 在前一天 收盘的时候 涨20几% 对 所以你看我的意思 所以你现在 很多人当然还是在 唱吹半导体 我跟你讲 真的没有 假如是这样 地上的半导体 对 我跟大家报告 美国政府 不会补助Warsby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假如说 以台湾最纯的 其实说的 就是台亚 234年 因为它是日雅化集团 你看它9月份的营收 其实已经创了 两年多的新高 淡化系 所谓的淡化加的部分 对不对 通过客户认证 然后又有一些 Apple Watch等等 这一些新增的功能 另外的 其实它的 所谓的飞氢入血糖的部分 其实它也获得 台湾经济部的一个 9500万的一个补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 相对常来讲 都是非常的OK的 位阶也算低 低不过低 看起来慢慢的 又有在打底足底的味道 那我们追踪一下 这个大陆的部分 大陆今天早上10点钟 还有针对房市的救市政策 不管说对于股市 有没有太大的激励效果 但我目前看起来 是还好 入股已经不会再跌了 而且很多的ETF 都已经恢复之前的 这个溢价的疯狂 眷区冷静了 老师我们昨天有 从这个双11的题材来聊 那今天更明显的是 钢铁股也动了 当然大陆要救房市 一定要用很多的钢铁水泥 你怎么看一下这一块 对 没错 我想这部分我们先看下一页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让它整理 整理完之后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上周全球的ETF资金流入的前十排名 你知道是谁吗 中国资产就全世界的ETF 中国资产竟然十名里面有六个 其中五档是A股的ETF 就钱都跑来这边 都跑来这边 谁在买 我跟大家讲 你看一下国内的资金 跟国外的投资者 然后你把这个看一下 因为时间有关系 然后你把 扫一下我们的 对 我们提醒大家 就时间关系讲不完 我们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参考一下画面 上面的联络方式 照老师的资料 都会放在里面 跟大家来做互动了 这个全球资金都跑 涌入了又入股的ETF 还有入股的市场 那怎么样来抓 比较大家熟悉度高的股票 对 其实这个我跟大家报告 你去看一下 今天的燕坤 其实它的股价又创高 又创高 对 又创波段新高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就是双十一的 最主要的一个受惠股 好 另外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每年十月 就前三年 它有一个节奏 对 就是Q4就很容易涨 对 然后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蓝桥的部分 我想因为很多的资料 所以加入我们的ITF 你可以索取到 好 那包含了 这个燕心网 因为有做这个 中国很多品牌家电的代工 搭上双十一 用力加大力度做促销 以及南桥部分 现在内需消费回温嘛